我们今天是特别荣幸 然后邀请到四位嘉宾 除了四位嘉宾 另外就是顾谦老师 CC点顾和我 来将组织 今天晚上的辩论 我先简单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流程 我们是总共活动 是一个小时 前面是辩论 我们会在后面 留大概10分钟 多一点的时间 会给大家来提问 所以会有Q&A的环节 然后后面的提问的环节 将由顾老师来组织 然后前面的这个部分 是由我来组织 但是顾老师会帮着来计时 我们简单流程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会有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我们有这个所谓这样的 辩论一样的 我们有正方有反方 有一辩有二辩 所以按照流程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 首先是由邓子良老师 北京大学邓子良老师 那么作为这个一辩来称奇 然后后面是反方 就是比平老师 对吧 李平老师来作为反方的 这个一辩来称奇 那在下面呢 是这个 就是这个 辩论回去了 然后下面是由这个江汉老师 作为正方的二辩 最后是周南老师 作为反方的二辩 那么各自的 每人各自的时间 是八分钟 来乘 无论是这个利润层次 或者说这个 这个Lobato部分 那最后呢 我们会再有四分钟的时间 给到每个组 每个组累计四分钟 来最后做最后的这个总结层次 好吧 那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 然后刚刚也介绍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 我们会 会有录像 然后会有添加字幕 将来会在 SMS的活动的网站上 放出来 我们这个 也是SMS 作为Global Strategy 这个Division的 这个辩论系列的活动的首场 可能也是唯一的一场 可能是有免费的 给了大家这个coupon 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实际上在下一周 会有SMSDivision的 这个另外的一场的 这个辩论活动 如果也 大家感兴趣 欢迎大家来继续 关注我们这个活动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就辛苦 顾老师你来计时 然后我们由 邓老师 北京大学的邓子洋老师 来做利润层次 大家欢迎 打断一下 是Esther是要 先发言一下吗 Esther好像 可能不发言了吧 OK 还需要吗 要不问一问 也可以 Esther do you want to have a brief intro for us yeah obviously I'm delighted that we have this webinar and we're especially grateful that it's all in Mandarin so yeah so welcome to the audience and thanks so much for our panelists for joining us today and with that I'll pass over again that you can kick off the session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好 好 那我就用中文了 so I will speak in Mandarin as we put in the poster 那么非常荣幸 我前期商量呢 我这个被安排是第一个发言 所以呢 我就 是可能唯一一个做了一点PPT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和观点的陈述 有利于后面可能 这个观点的这个产发和辩论的开展 对我就这个 这个这个抛砖引玉啊 那么 我持的这个观点呢 是这个 regional reshoring of US manufacturing 就是美国制造业呢 目前的这个状态和未来相对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可能都会采取这样一个区域 回流为主的一个战略 那么为什么是这么一个观点呢 是因为 首先呢 回流啊 回流呢 其实 它的这个原始的定义呢 就是一个国家 它的很多的制造业放在海外 那么由于总统原因呢 它会流到国内来进行生产 而不是继续放在国外 那么 在这个回流当中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 还是有可能性的 就是包括 第一类就是 在国内真正的是自己去生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把这个外包放到国内 找一个国内的其他公司给你生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并不是回到自己国家 还是放在自己邻居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的企业 把生产放在墨西哥 最后一类呢 就是叫有岸外包 那这个呢 指的是把这个生产继续在外面外包 放在和自己的国家 比较友好的国家 那么这是一个类型 那么其实呢 从现在最新的各种数据来看呢 美国的制造业 我现在这个发言是以美国制造业为主啊 为典型代表 那么美国制造业呢 从最新的数据和一些相关报道来看呢 他们的确是 在发生回流 那么回流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是很多元的 并不是我们可能第一反应能够想到的啊 地缘政治啊 大国冲突啊 这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 但其实呢 原因非常的丰富 包括排在第一位的啊 这是由美国Resource Initiative 这样一个组织来发起了一个非常广泛的调研 那么根据他们的发现呢 排在第一位的是Government Incentives 也就是说呢 政府的激励啊 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后面排的是这个更靠近市场啊 还有呢 有更加丰富的劳动力啊 还有这个产业环境等等等等 所以呢 后面这些原因跟我们平时啊 做这个传统的Global Strategy 所以看到的这个原因是一样的 那第六条呢 可能是比较新的 就Supply Chain Interruption啊 那么在疫情期间呢 可能全世界的物流会有比较大的中断 那么政府的这个激励呢 其实在美国的财政部的官网 所披露的最新的数据来看呢 在美国的芯片法案和削减通账法案啊 这样一个两个法案出来以后呢 的确呢 对于美国制造业的这个投资 出现大幅的增加 确实是很有效果的 另外一个呢 根据这个Visual Initiative这个数据发现呢 的确是呢 2023年的回流到美国的 这样一个就业的岗位 28万7千多人啊 的确是历史的第二高点 22年是最高点 其实还很有效果的 那么回流的这个产业呢 其实最明显的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几个法案的出台 直接刺激和拉动了这个电力设备 家电以及相关的一些产品的这样一个投资 带来的巨大的一个工作的增加 而这个地域我为什么说是一个地域性的回流呢 是因为啊 根据这个最新的研究呢 亚洲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第一来源地啊 如果把这个回流和来自于亚洲的对美国的投资全算在里面的话呢 那么韩国反而是第一位 中国还只是第二位啊 接下来呢是日本 德国 英国等等 所以呢韩国在里头 当然它受到这个影响很深的一方面 是美国的一个财政的一个刺激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东亚地区的一个 最近的一些局势的紧张啊 大国的博弈等等 在里面都有原因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域性的回流 另外一个呢 那其实这个回流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啊 以及呢 这个风云链子中断的可能性啊 那么根据这个麦肯锡的最新的24年的数据分析呢 其实可以发现呢 全世界的这个贸易的流向呢 都是富贵显中求 那么这个纵轴呢 指的是这个国家 它和它的主要贸易国发生往来的时候 它的一个加权的 加权的一个 这个这个地缘 这个关系的疏离的情况 那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和它贸易伙伴之间的这个地缘关系 相对来讲 平均来讲还是比较不那么亲近 但是呢 还是在为全世界做非常大的贡献 来提供产品 那么其实呢 在过去几年 从17年到23年 美国的这个很多的政策 包括刚才说的几个法案 包括对中国等一些地区增加关税 那么都影响到 从中国的一个进口 所以这个下降比例是很明显的 当然呢 麦肯锡也指出 这样一个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value added 其实的这个比值呢 没有得到 没有得到明显的变化 说明 中国制造的产品 在销往美国的时候 它的这个 产品的质量还是越来越高 那当然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美国中国商会也做了一些调研 发现呢 这个灰色和黑色部分 代表的是美 在华的美资企业 他们有一定的意向往外去走 所以呢 从区域来讲呢 这个 在华的美资企业 也有一定的比例 是在考虑回流的 当然呢 这个不代表是完全回到美国去 它就可能会迁到别的地方 当然呢 我在过程当中呢 也做了一些企业调研 这两年呢 那么这里头可以看到 美资企业和中资企业 在热工当中呢 它的反应是不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我去过这个 Otis这样一个 美资的电梯的著名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呢 它在印度有 一个非常大的生产基地 但是呢 远远比不上中国的 这个重要性 那么他们呢 没有特别明显的计划 要把大量的中资的 在中国的一些 没有一分钟 要放到 好的谢谢 放到印度去 但是呢 明显是把印度 作为一个重要的 一个备胎 再进行培养 另外一个 伊利诺伊工具公司 ITW这个公司呢 他们在中国进行广泛的 一个塑料和材料的 一些生产 但是他们对于 这个 当地的一些 政策的激励呢 可能表现的不是 特别的积极 就是更多的专注于 自己的一个技术和研发 反过来呢 那中资的企业呢 在 这样一个 de-risking的一个背景下 他们不得不采取 非常积极的 国际化的策略 比如说把工厂挪到 墨西哥 戈尔 把工厂放到越南 等等 所以由此引发 可能有很多研究的问题 是Global Strategy的研究 应该关注的 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加一的战略 对于美国企业 到底有没有用 可能用一个 view option的一个方法 可以得到一定的产发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子杨老师 非常精彩 好的 那下面我们有请 这个反方一遍 Peter 李平老师来 我想加一句是 李老师现在实际上是 人在加州 所以他是实际上是 早上六点不到 就起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辩认 非常感谢 好 李老师 欢迎 好 谢谢 那么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regional reshoring 这个和这个 strategic front shoring 或者是 offshoring 这样的东西呢 实际上是 我们是在指两端 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 我们实际上 最多看到的 应该是 去于一个中间的 一种状态 就是部分的 地缘的 这个分流 以及部分地缘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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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中间 就是关键是在 我们在这种 松散的那种 coupling 这种 褂合的 这种状态下 不像以前的 这个全球化 是一个 一个紧密的 褂合 就是大家绑在一起了 那么绑在一起呢 就带来四个 弊端 第一个弊端呢 就是他的韧性不足 就是一旦 一个地方出事 整个全球 就会瘫痪 就是那个 疫情这个 最明显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以前的国际化呢 就没有太重视 地方的特色 没有在这个 全球化和地方化的 这样之间的平衡 这块 找到一个平衡点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以前的全球化呢 对精英来讲 是利益是巨大的 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讲 它是一个 一个 一个混合的 一个结果 就是作为一个 消费者 它是得益的 但是作为工人 作为这个 就业 它是受到一定冲击 尤其是美国的工人 受到一定的冲击的 那么第四个 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今天 至少我想讨论的 主要是就是 地缘政治的原因 以前没有考虑到 以前都是经济的效率啊 没有考虑到 政治地缘的 这个影响 所以这是 这个最重要的 那么 我觉得这个 我重点放在了 这个高端的 这个高技术的 敏感的产业 因为这个产业呢 这个脱钩的 去风险的 这个情况 非常严重 那么这个呢 这个地 这个这个 这个当地的回流啊 以及这个 这个全球战策略性的外包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一个明显的 一个区分 那么 比如说我们 一半导体行业来讲 美国是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 把所有的半导体的生产 全部搬回到美国本土 实际上他也没有必要 因为他在这个 这个 其他国家 比如说阿斯麦啊 比如说这个日本啊 韩国啊 台积电啊 等等 这些国家 对他来说地区 对他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有有岸外包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完全没有必要 他就完全是 只要把中国给围阵了 他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地方 他就可以完全留在当地 那样各地 还在做他继续的全球化 那么这个全球化呢 我们就称为新全球化 新全球化的意思就是 他以地缘政治和经济 双重这个逻辑的 这个考虑 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能够回流的就回流 不能回流的就不回流 或者不应该回流的就不回流 所以他进行一个 一个区别的一个对待 那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二第三点呢 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现在IB的研究中间呢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地缘政治的作用越来越强 它的影响越来越强 就是他把技术 把这个经济作为一个武器 能够为他们政治的考虑 地缘政治的考虑 作为武器化的一个办法 比如说像美国的对中国的这个防止黑名单上啊 或者进行围堵啊 这个等等的在进到这个这个AI在半导体啊 这个材料等等的各个方面啊 高级机床啊 当然中国呢这边呢也在做相应的啊 所谓这个这个叫做进口替代 就是国产替代 那么就是也实在实际上是在倒逼外国企业离开啊 所以双方都在做这种动作呢 就让这个很多的企业不管是外国企业还是中资企业在海外的都受到了甲板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两端兽器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就是他在这个这个这个host country 就是他在这个运营的国家受到了歧视啊 但是呢他在本国也受到了歧视 就是他会对他的在海外的扩张进行一个限制啊 美国政府对美国企业的限制 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啊 随着双方的这个限制造成了一个华国公司在世界上的这个运营啊 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甲板器啊 我把它称为叫做coding crossfire啊 在双方的这个火兵之中 呃他他就绑得中枪了 嘛就这种这种情况 那那么 韩业哥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techno national 技术的民族主义啊 呃这种呢实际上跟以前的技术民族主义不一样的 以前的技术民族主义就是我我我自己一个国家占便宜 别的国家反正都受损失 现在呢 这个新的这个技术民族主义呢 是说你跟我地缘政治不友好的国家 敌对的国家 他们是这个这个损失 我自己的就是跟我的地缘政治关系好的国家的可以受益 所以我们还在继续全球化 那并没有完全的脱离全球化 只不过他全球化的划线是以地缘政治的友好的关系来划线的啊 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这个世界的格局啊 呃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而且呢还有一个第一点 我觉得这个地缘政治的做出的影响就是呃 我大家可能完全低估的就是他不是说你你输我赢我赢你输 他是说我们双输都没问题啊 我我杀敌一千我自损一千五我都干啊 就是为了让对方受到极大的限制啊 所以呢现在的这种地缘政治远远远超越这个啊 经济的考虑的这样的一种情势是非常的危险的 非常不利的啊 但是大家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啊 那么所谓的在这种啊这种有岸外包啊 我认为是将来的高科技企业啊 可能必然不可避免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 从这点来讲的话 那么我的基本的观点都阐述了 好谢谢 好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神述啊 也特别感谢你特别手实啊 好的那我相信这个经历了双方的这个利润的层次 那下面进入的更加精彩的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包头啊 好那么下面我们首先先邀请啊这个江汉老师来发言啊 江汉老师准备好了吗 他好像画面卡住了 好像是有一点 李老师刚才刚好控制在七分钟 那我还有一分钟还可以讲一下吗 我就等着他的那个 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是可以的 好好好那我就讲一讲 就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这个跨国公司实际上可以采取的一个方式 就几种吧 一种是一国两制 就是他的防火墙啊 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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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啊 就是这个自己这一方的这些企业国家去布局 另外一个在别的那个敌对那一方啊 或者相对不友好的那一方也在那布局 他也可以做 就是把这个业务两个分开 就是防防火墙的一个一个方法 第二个呢 就是属于非对称的平衡 就是以一个区域为主 另外一个对方的为辅啊 然后呢 以这个自己为主 对方为辅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也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单打独斗自己干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能够给一个跟人家合作啊 这个我采访了一些这个呃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 他们基本上有这种考虑啊 就是说那在这个西方的国家的时候 他替中方中资企业在外面大这个打拼啊 替他们去做开开脱 就是合作的开脱 然后在一带一路 这些这些地区国家里面呢 以中国企业为主 他们为辅啊 就是采取一个一主一辅的这样的方式 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在一个自己单打独斗呢 就是在把自己的海外的业务 就是他的友好的那一方的业务呢 为主啊 中国呀 俄罗斯啊 这些伊朗啊 这些业务呢 为辅啊 就是能能够做多少 算多少 他就是缩小他这方面的这个这个业务 比如说IPM呀 微软啊 等等从中国撤资 实际上很明显的一条 就是说中国的企业 他能够服务多少 算多少 而且他服务的对象都是外国企业 中国企业基本上没有 没有什么太多希望了 他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因为中资的主要是政府的政策 就是要扶持国内的企业 来替代他们 所以他们没办法 他也只能够选择 能够服务他所以前服务的外国企业 能够多多少 能够多久 算多久 好 就结束了 好 谢谢李老师 这边啊 江老师好像已经可以回来了 江老师 好像还是有问题 他应该是能够听到我们说话 但是我们这边好像听不到他在说话 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先让周老师先 也可以吧 我看看 江老师现在看到他的头像了 江老师您能说两句 我们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听到您的发声 要不咱们先让周老师再先说 周老师您准备好了 可以啊 那我就 那我就先说 我今天这发言主要两部分吧 第一部分就是我想阐述的一些观点 第二部分就是刚才听到邓老师的一些观点 我有些疑问 首先还是先阐述我们这方的观点吧 就是说外包肯定在这个现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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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行政下还是需要的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先阐述大家一个外 那就是肯定 其实企业外包都是要降低成本 对吧 所以只要他有成本的优势 企业就永远有这个动机 为他的shareholder去赚取这个利润 所以这个是更无不变的 不管你这个是这个这个地缘政治怎么发展 他还是要为股东去去谋取这个利润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在这个外包呢 我觉得可以帮助企业呢 就是有这个专注他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发展 特别是现在这个AI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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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欧英AI对吧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到AI的这种发展上 那肯定你其他的一些业务就需要去外包 去去focus on这个这个主要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大的趋势 这是我觉得是主要两个就是外包的一个好处 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这也是不会变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what 就是你要把什么业务拿出去外包 其实也是跟刚才说的就是consistent的下来 就是说你要降低成本吧 肯定是说你成本比较高的那一部分 你跟别人比没有竞争优势的那些部分去外包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这个像这样这种制造业对吧 特别是这个就是需要有大量的劳力的这样的这种 肯定还是还是就是存在这差距的 像美国的这个工人的实现比中国要高很多 中国其实现在又比越南这些东南亚的国家也要高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这个这个这种工资的这种差距 就是导致了这必然的这是有这样的一个 就这种劳动力密集啊或者是劳动力 不一定光是制造的只要是用到劳动力的这些业务 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外包的必要的像现在这个 像这种software development也大量的去外包到像印度啊 这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了 那不光是企业外包对吧 这个很多员工的外包对吧 我们就听了讲那个笑话就是美国员工 直接把他的这个这个工作就外包给东南亚了 然后他自己什么都不干 天天呢就是做一个转手的工作 这也体现了就是说这种劳动力这种成本的这种差异 那么使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大有市场的 就算其实你就算你写不外包 可能员工层面上他也可以进行这个外包 然后呢就是那么这是讲这个这个什么 那个业务就外包 那么另外呢就是问什么时候进行外包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 那我说话吗 可以 不好意思 我这边这个信号好像是断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赵老师您继续 好好好那我那个那就继续说 然后就是问什么时候进行外包 那我觉得就是除了之前刚才说的这些 其实目前来讲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网上的经济 网上的这种platform firms 他们其实是需要进行快速扩张的 那么他在快速的扩张的这种过程中 那么他其实是要focus上他的这种主用业务 所以他的很多的其他的这些边缘的业务 就是为了他能够使这种快速的扩张 他就是必须要进行这个外包 他才能够去专注于他的主用业务的高速增长 那么其实他这个对于这些platform companies来说 他这个增长 所以他必须survive一个前提的标准 所以他就不得不就是要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转型更新的时候 也是更需要把精力放在这个 刚才我也跟他说了 就是AI的这个 可能大家都是focus on AI了 所以他要集中精力去做这个 也是需要外包 然后呢就是where 就是把这个业务外包到哪 其实刚才这个李老师也说了 包括邓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跟我们关系好的地方 因为现在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就是找成本低的地方 对吧 或者是接近这个目的地市场的地方 也缩短供应链 但是现在呢加入这个这个政治关系 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么我们一定是要找和我们这个母国的这个政治关系比较好的 然后这样受到冲击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的 但是这个也就是一个地点的选择 并不会说他就不外包了 所以外包还是一个有很多选择的 美国企业就算不来中国 他可以去去越南对吧 去菲律宾 去其他的这种选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那怎么进行这个战略性外包 首先就是你在选择和所有伙伴的时候 可能要谨慎点的 就是如果是在中国 如果你要选的话 可能要看一看他的这个 后面的这种ownership 有没有一些比较可能会出问题的 在这个选择的时候要更加selective 那么另外就是一个分裁风险 刚才那个其他老师也说了嘛 就是要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 China加一或者是不一定有China了 就是把这个其他的就是东南亚的那些国家或者墨西哥都都可以去都可以去试一试 反正是分裁风险 这个是我整体的这个我的这个主要的观点啊 就是这个外包战略性外包肯定是肯定还是需要的 只不过我们可能要更selective对吧 在这个在哪些业务或者是要包标到哪里 这些地方要要要要要做更多的考虑 考虑到现在的AI考虑到现在的队员证 那么这是这是我的这第一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刚才这个邓老师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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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看到那个slide说这个这个这个回流包括四个 我就有点就有点很惊讶 因为我下我眼里就只有那第一个就是回到美国那个算那个回流 那后面呢不都是也跟外包的差不多吗 就所以我就我就我就不知道这个回流到底 它的这个这个范围包括什么 就是我是我们理解的 就是说这个这个东西必须得回到你的母国去制造 它叫回流还是说我我把它放在其他的国家 它也叫回流 只不过这个这个国家比我这更就是跟我的母国的关系更近了 就说这个回流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就可能需要 再进一步讨论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算回流什么 叫外包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这个回流 其实那个刚才那个也提到了 就是说美国政府包括其他政府可能有些很多的incentives 对吧就是刺激他们去去去做这样的做这样的一个事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但是虽然有这个刺激 但是这个刺激能够能够持续的让他去去进行这个事吗 如果就是假设我们美国去回来去做这些制造业 但是他其实不具备做资料的能力 他的labor cost又高 然后他可能有些infrastructure 他也不完善 然后他也没有这样这个这种training 那当然这个这个政府的补贴可能是一个他启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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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的一个motivation 但是他继续做的情况下他这个他做的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 或者他这个subsidy用完了呢 他还会继续的去去去去再去去再去做做做做这样的事吗 就是说这种刺激的可知性有多少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值得商榷的 好吧就主要是这这这这这这两点吧 好的好谢谢曾南老师 那由于我们刚刚有点技术故障啊 抱歉这个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下面的顺序有点 它实际上发生了点变化了 然后下面就是江汉老师来做这个report 之后的我想总结发言就是顺序要调一下 那江老师发言完了之后呢 先让李宾老师和曾南老师这一组来做总结发言 最后再由这个邓紫阳老师和江汉老师来做总结发言 那下面就按照这个顺序来 好有请江老师 好非常感谢大家 也非常抱歉 刚才我这边这个网络出了点问题 我刚才仔细听了一下李老师跟周老师的这个非常精彩的发言 这里面其实我发现 包括最早咱们第一位发言 邓紫阳老师 咱们三位老师实际上都是在看 紧密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看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这个 技术外包和这个这个这个制造业回流 换言之呢 大家其实都是站在美国这样一个世界的经济中心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咱们其实可以把这个视野放得高一点 大家可以想象整个全球价值链 整个这个全球的供应链 它的这个现在的形成 包括现在整个这个外包链条 它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样 包括如果还是站在美国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一直是一个所谓叫两头在两头在内的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换言之就大家可能更耳熟能详那个词叫通信化 就是它的这个高端制造跟研发是放在国内的 消费市场是放在国内的 它的制造业一直是向外 外包的 大家可能 就是在我上大学那时候 大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理论 叫一个验行理论 或者叫验证理论 基本上它就是在描述整个这个全球价值链 到底是怎么走的 全球这个外包链条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演进的 从哪里到哪里 但基本上来说都是所有的这个这个外包链条 都是从美国出发的 但问题就在 因为我做很多这个RDT的研究 就是这个这个资源依赖理论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 刚才包括李老师跟周老师也都提到 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越来越越来越显著的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这种核心国家 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当中的核心国家 我到底要把我的这个制造业 我的这个空心化程度到底要有多高 它才会达到一个所谓的这种optimal level 一个最优的这样一个选择 其实咱们中国这个这个斯大林处理三国演义 说开篇最著名的一句话 这个这个隆隆堆最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分酒必喝喝酒必分 如果站在美国角度来看 它对于全球的这样一个价值链 全球外包链条的依赖程度 高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必然会导致一定的回流 那么特别是我们前几年的 这个全球的疫情导致的 我们一直在就是现在在讲 这个这个制造链的任 这个制造链条的任性 这样链条的任性 包括地缘政治冲突 对于全球链条的这样一个扰乱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之下 出现这样一个制造业的回流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想想现在全球的这个价值链的 两个中心一个是美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 然后咱们今天主要的讨论的 这个这个关键点在所谓发达国家的 这个制造业回流 我们现在只要我们官方的说话 我还不是发达国家 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我们跟美国恰恰是相反 我们是一个两头在外的 这样一个一个结构 比如说我们在19年的那个时候 全球中高端制造链的 百分之六十左右 比重是压在我们国家的 但问题是在于我们的高端制造 和这种直接那种研发型制造 这部分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 特别是在刚才周老师也提到 目前的这个地缘就是冲突越来越 越来越显著 对全球价值链的这个冲突越来越大的 情况下大家都在提去中国化 或者说中国chinachinaplusone 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也需要调整 这样一个两头在外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也会导致以前有美国 有欧美高的这个发达国家 占据的一个制造链 会回流到中国一步 但是整个这样一个全球投资的调整 由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所谓叫主场全球化 这样一个调整 导致的这样一个全球价值链的变动 全球制造链的变动 也就必然会导致全球的这样一个 涉及外包链条 涉及制造链条 这样一个投资的结构的变化 那么这样一个变化所导致的这样一些 投资的空洞或者一些投资的这种空白区域 也必然会回流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链 来填补 所以我的观点是 嗯就是我的观点是 这样一个制造业回流的 他他不是一个 他一定不会是一个长期的 一定不会是一个一直持续下去的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是处在一个制造业回流的周期 在整个全球价值链条的各个中心点 可能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一定的 这个制造链条的这个这个外包链条的回流 特别是以美国跟中国两大经济体为代表 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全球价值链 这样的制造业回流 至少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趋势 但只不过是我们我们中国的这个制造回流 制造业回流 跟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他的这个主导的因素是不一样 他所占据的这样一个 就所谓industrial sector也是不一样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江汉老师 好也非常精彩的report 这个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这个就下面就进入到了双方各自的这个总结层次了 然后双方各有四分钟时间 然后总结完蛋之后就结束了 然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这个report 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好的那首先先请李平老师和郑南老师这一组排 做这个最后的总结 好那我就先用两分钟 那么我的主要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有岸外包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的趋势 由于经济考虑地缘政治的考虑 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这个高科技领域 那么有岸外包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他并不需要回流到本国 只要留在或者是转向地缘政治比较友好的国家与地区 他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半导体产业 人工智能产业 比如说IBM的回流 微软的回流 特斯拉的转移 日本企业的转移 他都转移到别的地区 比如说印度 越南 包括将来未来的转到非洲 中东 中欧 拉美 等等 只要他在政治上选择一个 至少是一个中立的地区和国家 他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他并不需要完全的回流 这是我的这个基本的观点 好 谢谢李老师 那么下面曾兰老师 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外包是由经济 成本的差异来决定的 只要这个成本差异存在 在跨国之间是存在的 就永远有这个动机去进行外包 只不过是企业在选择上 他会可能更谨慎一些 去考虑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 但是就是这个大趋势 我觉得是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用不了两分钟 就是这个观点 所以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的讨论 或者是Q&A吧 我补充一点 可以 您用 对 我补充一点 那么就是中国企业现在 这个也不叫永安外包吧 就中国企业的外包化 越来越明显 一个是China Plus One的要求 另外一个中国企业 在国内内卷的太厉害了 所以呢 这些民营企业家们 纷纷的都想出到别的国家去进行发展 我最近采访了几家企业 让我非常的惊讶的 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把发达国家 作为他们未来下一步生产的 这个基本的选择地 比如说有家企业 他选择在德萨斯州 建立他们的生产基地 我当时问他们 为什么你不考虑成本呢 他说我不需要考虑成本 因为我在美国的生产跟中国相比 比中国还便宜 为什么全部用的机器人 全部就是没有劳工了 所以这个自动化人工智能 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采用 包括3D打印的这些技术 就让这个制造业的成本 得到极大的降低 也就一般的全球的成本 基本平均化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为了更近的靠近他的市场 更靠近他的这个顾客 并迅速的反应 加重地缘政治的考虑等等来说 我觉得他们在发达国家 在补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不可忽视的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李老师 曾蓝老师 那下面我们请 梓梁老师和江岸老师 做最后的总结 好 谢谢刚才各位老师发言 特别是刚才李平老师的 补充发言 其实某种意义上为我的观点 提供了很少的证据 因为制造业回流呢 现在其实美国的政府 他也分不清 到底是应该归为 美资企业自己回到美国来生产 还是说 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 吸引外国的企业到美国来投资 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达到 美国复兴制造业的一个目的呢 恰恰现在他们在这么考虑 所以从这一项来讲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跑到美国去投资 一方面对于中国企业 它是一种锻炼 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 半中国家 它的一个企业 锻炼一个全球化管理能力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回流真的要 局限在刚才中文党老师说的 狭义的回流 也就是说美资企业 然后在美国投资 那我想这里头 其实区域性回流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有从这个美国的制造业的这个 占GDP的比重来看 其实是逐年下降 现在已经不到10% 那么再这样下去呢 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从这一项来讲 美国在注意国策的考虑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它短暂的去像江汉老师说的 给它进行一个回调 尤其是一些关键敏感的一些环节 回到美国 应该是一个趋势 第三个呢 就是区域性 我们强调的是区域性回流 我的观点和江汉老师一样 区域性回流的意思就是 从一些特定区域回流 那些区域只要存在比较高的风险 不管这个风险来自于成本风险 经济风险 政治风险 还是地缘政治风险 只要这个地方存在一定的风险 就有回流的必要 那其实回流的来源地 不但包括亚太地区 还包括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 韩国当然也是亚太地区 韩国其实某种意义上 也是美国的盟国 其实呢 还包括最近正在发生冲突的 以色列 也在大量的回流 还包括德国 所以呢 其实区域性的回流 我认为是一个常态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感谢子梁老师发言 我再简单补充一点 就是在刚才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在地缘政治冲突 风险 地缘政治因素 跟风险因素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投资效率的问题 在 还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比如刚才李庆老师说的 为什么这个中国企业 会到美国企业去投资 对对对 会到Texas去投资 他其实更多的考虑 可能是一个成本问题 就是你的投资效率 你的这个制造业的投资效率 在某些行业 目前在美国的投资效率 确实会高于在其他地区 那么这些因素 也会导致这个资本的回流 这个制造业的回流 所谓的回流 哪怕是像周老师刚提到的 这个狭义的回流 特别是在美国空心化程度 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在很多制造业的环节 至少是我看到的 很多制造业的环节 他的投资的边际收益 实际上是 近期他确实是在增加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资本的流入 确实会吸引 也会去 却在风险因素之外 这个资本边际 这个投资边际收益的上升 也会吸引资本的流 从而会进一步推动 这个制造业的一部分回流 当然我的观点 跟刚才子良老师 特别是一样 一是他是区域性 他是一个局部的 这样一个回流 另外呢 我个人也不认为 这样一个回流 会是一个长期的 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这是我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好 谢谢我们四位嘉宾的 精彩发言 这个 包括这个前面的整个过程 都我觉得都非常好 尽管我们有一点技术护杀 那么下面是 我们还有十分钟 多一点的时间 来进行观众的提问 我也看到我们观众的 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都能看到 这里这个名单里面 有好多好多书信名字 包括看到 还有我们SMS的主席 Madame President 张燕老师 也都在现场 还有很多其他的书信名字 不一一讲了 那非常期待大家的 这个现场的互动交流 那下面的时间 我就交给我的同事 顾前老师 谢谢 谢谢布老师 也再次感谢 各位的精彩辩论 再对 Andy 谢谢 还有就是在场的 各位老师同学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评论 请打在这个chatbox 或者是直接打开 你的麦克风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 在等待问题的过程中呢 可能我就抛装引誉一下 给在场思维老师 提出几个 可能大家可以继续讨论的 一个问题 首先我刚才听到 在各位的讨论里面 对回流的这个时间 对他的趋势 似乎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像刚才江老师提到 这个回流 您觉得是一个 暂时的调整 它不会是一个长期的 但邓老师您的看法是 这好像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 包括李老师 您在说 这个回流 有按外包的时候 您也说 这是将来的一个大方向 你感觉好像这个 应该是一个持续 进行了一个 比较中长期的一个趋势 那我在这儿 再想征求一下大家 就是在这点上面的意义 就是说到底这个回流 它影响多 你在时间点上 有就是是长期的 还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 谢谢顾倩老师的这个问题 刚才你先Q的我 所以说我先来 抛转引力 先做一些简单的回复吧 我个人其实不认为 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全球化 进行到现在这样的一个 阶段 进行到 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 进入了一个全球化 大生产的一个阶段 它一定是效率优先的 目前不管是由于投资导向 还是由于风险导向 导致的这个制造业的回流 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 它其实是逆效率的 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因为我前应该两周之前 我刚刚从这个卡特皮勒 那边去走访了一下 他们其实现在就有这样一个 回流的趋势 比如说他们的一些中间环节的部件 以前有很多 其实从中国厂商订购的 但是现在他们其实增加了自己 在某些环节 特别是以前对中国的依赖 超过60% 70%的环节 其实它都开始转向一个内部供应链了 这种一定程度上转向一个内部供应链 但是他用自己内部供应链的成本 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是远远高于中国的这个外部供应链的成本 所以这个趋势在一定在短期之内 比如说我的这个开工 开工数量高了 我可以跟地方政府 跟美国地方政府州政府 市政府州政府 去争取更多的政策 用它来对冲我这个短时间的成本上升 这样一个制造业 所谓制造业回流导致的一个成本上升 但是这个是不可持续的 就至少来说在整个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仍然到最后还是要走到这个 一定还是要包出去 一定还是要依靠这个全球化的大生产来提升效率 但只不过在现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它确实会出现这样 由于刚才说的这个投资效率的问题 由于这个这个风险问题 韧性问题会导致这样一个回流 短期的回流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 谢谢教师 李老师 哦那我的观点还是是部分的回流 部分的外包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但是我更强调的是 右岸外包是在高科技企业高科技行业里面的一个发展的大的趋势 在这种普通的行业普通的这些产品里面 还是应该是采取一个更多的外包的 当然我提提提出一个疑问 就是在我研究过程中间发现 美国的生产性服务 占它全部服务行业的50% 它的全部的服务业占它全球全国的GDP的80% 所以它的制造业不能够仅仅只考虑着生产这一块 就是真实物的生产这一块 还要考虑到它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的这个生产性服务 包括设计啊研发呀物流啊保险啊财务啊培训啊咨询啊等等 这一块恰恰是中国的国内的业务 这个生产的价值链的一个最大的缺陷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占的比重非常低 啊这个就是真正都是在生产这一块 啊就是就是什么黑灯工厂 这个灯塔工厂无人工厂 在这下功夫 那没有在设计 没有在研发 没有在物流 没有在呃这个这个售后服务啊 这方面下功夫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缺陷 那这方面可能在全球中一个新的一个一个 这个平衡那那么生产性服务呢 主要还是在本国当地举行啊 所以呢这个是呃比较明显的是没有太多的呃这个这个说个外包啊 当然外包也有一部分但是这个外包呢不明显 所以他也没有太明显的外流也没有这个太明显的这个有关外包 但是趋势我觉得是在生产性服务这块也会采取类似于制造业的这个有关外包 有关外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大的趋势在地缘政治的条件下 好谢谢 谢谢李老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我就直接跳到下一个问题啊 下一个问题可能可以先请周老师和邓老师来先回答 那这个问题其实啊是由德国的罗兰贝格这个资讯专家来提出的 这个也很好的承接了刚才两位啊讨论的一些观点啊 就是关于一个成本的问题啊 刚才周老师在您的讨论里面也说了降低成本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决定是否外啊能回流的一个因素 那在啊江老师还有邓老师您的观点里面投资效率问题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但是针对这个投资效率问题啊 这位老师就提出说那究竟 投资双方都有在考虑成本和投资效率 但是啊这个结论是相反的啊 有一个程度说 这位这位这位专家说 回流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说是提高效率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有时候回流是折损经济效率的 这方面啊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呃他这个我刚才那个观点不好意思 哦周老师是不是 让周老师先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OK 邓老师或者是对江老师您这边在 对啊那我那我那我先说 就是这个他这个他这个问题是讲的是说 美国政府的哪些做法如何具体的促使制造业回流 是吧 哦不是上面那个 上面那个 对关于投资效率和投资成本的问题 啊就是关键是 就是你正反双方都提到了降低成本 投资效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但是得到的结论是相反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想再请教一下大家的意见 嗯 我们讲这个外包的重要的一个motivation 就是说你要降低成本 那就是说投资效率 它是它是由投资效率来驱动的 所以就是你是追逐成本最最低 然后现在就是说再加一个可能地缘政治的考虑 那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最低的成本 但是加入这个风险的考虑的话 它一定还是比在本国就是去做这件事的话 它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说还是要低的 还是有这个差异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包一定还是投资效率是 它去以投资效率为驱动的 那它折损经济效率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说外包是不会 在这个程度上是不会折损 那么如果说折损经济效率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选择好地点的话 对吧 如果是受到了这种外力的冲击 使得你的整个投资中断了 或者不能继续了 然后进行一个失败的投资 你有很多三cost 他们在这样下去是 是折损经济效率 但是我觉得 像我刚才说 这些是可以避免的 你可以通过事先的一些很多的 一些准备 然后一些挑选 然后一些策略 来降低这个 这个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说 还是投资效率肯定是提升了 外包 外包提升了投资效率 谢谢 东老师 对 这个 我就简单两点 第一点就是 其实现在全球 新全球化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追求效率 它要考虑到很大的 某些地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企业会不会遭遇更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短期或者局部的效率 只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一个因素之一 第二个呢 就是政府的这个巨额的补贴 尤其我刚才展示了这个美国财政部官网上 他们非常自豪的 放出这么一张图 就是说他们推出了芯片法案和 通胀削减法案之后 2023年的 对美的投资是大幅的增加 就建筑的这个 金额是大幅增加 所以呢 其实这里头几十亿的美金投下去呢 对于企业来讲 短期就算是来核算成本的话 其实也是很划算的 另外呢 其实这两个法案的名字 名字就已经体现了 他政府对于局部行业的重点的扶持 那就是关于到美国的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新兴行业 而不是普遍性的像服装业啊 玻璃行业 不是这样的 我简单的补充一下 刚才因为周老师 包括邓老师都在说的 其实是这个经济效率 包括他生产率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生产成本 和生产的这个收益的问题 其实如果考虑到投资效率的话 他其实不只是 不只是取决于你的这个生产效率 和运营效率 他还要考虑到你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回报率 就是说完了 我们讲这个 所谓讲企业估值 copy valuation 他身上有两个基本的这个驱动点 一个是这个cash flow 就是现金流 这就是刚才邓老师跟周老师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他怎么影响你现金流 现金流你企业回流 这个这个呃 知道要回流的话 不一定会导致正的现金流 但是 企业估值还有一个另外的驱动点 叫 cost of capital 就是资本 就是所谓的这个资本 资本成本 融资成本 那么在考虑到风险贴线 地缘政治风险贴线 包括这个呃 政策补贴等等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之后 他的投资效率 他的这个融资成本可以是大幅度下降 就像刚才邓老师提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仍然会驱动这个 哪怕你的这个进行金流不是正本 永远也会驱动你的这个投资效率的上升 也会导致这个制造业的回流 谢谢 谢谢大家的精彩回复 那在这里关于刚才大家讨论的这一点 我看到了呃 池泰兰老师也有一个精彩的陈述 他是用的英文 然后我这里就 呃呃 把它中文 以中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关于 这一点 他的意见是将这个制造业和研发分开 可能会更有帮助讨论 因为从经济的角度啊 如果企业找到可以找到啊 不同的方式来绕过这个贸易壁垒啊 因此很难通过贸易壁垒啊 来重新安排啊大部分的这个商品的贸易啊 但是同时呢这个技术脱钩可能会更深刻的去导致全球的创新成本的上升啊 因此呢呃 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希望呃通过控制关键的技术来降低规模经济的效益 然后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翻译能不能够比较忠于 持谈老师您的您的这个看法 请继续的在chat box这里给我们提供您的意见 好那呃另外一点就是回到上面 呃我看是呃天琪 宋天琪您的发言是关于呃政府策略的政府这个呃呃 嗯施压哈刚这一点地缘政治包括政府施压 包括这个weaponize呃 这样reshoring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这个weapon 这一点呃在大家的讨论里面都有出现过 那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就是呃能不能更加充分讨论一下 现在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 他们需要做出的一些应对策略是呃什么样的 有没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呃我先讲一点就是我觉得在高科技领域里面 呃外国企业在中国受到了两边的压力 极大的压力呃即使他的母国对他有压力 就让他不能够把比如像英伟达这些 不能把他最高端的芯片卖给中国呃 所以他的业务受到极大的限制 另外呢中国的政府也带给他施压呃 就是能够尽量的补助和这个帮助中国的企业能够替代啊 所以他在那中国待的时间越长 他被替代的机会越大 所以呢他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 就是说他是暂时在中国还是长期在中国啊 所以呢这两边的压力量受加板器的这个现象啊 啊我们正在做这个方面的一个研究啊 这个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那么刚才赤涛兰老师提到的研发这部分 就刚才我讲的生产性服务那一部分 呃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在地缘政治里面呢 除了这个正这个这个技术的这个这个油管外包 同时呢在制造业这块也是相辅相成的 那他不能说光是这个研发在母国 生产在在不友好的地区和国家 他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所以这点我觉得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内在的关联的 谢谢李老师 我简单补充一点不好意思 就是针对刚才这个这这这位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当然我我个人的观察 我个人了解的信息主要还是这个传统制造业 刚才像李老师说的这个生产性服务行业这块呢 其实我接触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就我看到传统制造业现在导致的回流 很大程度上其实不是这个美国政府在逼着企业回去做这个 美国企业有很多这个地方政府 包括联邦政府实际上是求着企业来把这个生产拿回来 而且在这个时候很多企业其实是要跟这个政府 他跟政府的这个谈判跟政府这个lobby 其实并不是说我不要回来 而是说我回来你要给我什么好处 他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谈判谈判风格 特别是在这个传统制造业里面 所以这个当然换到像高新科技企业 包括这个高科技制造高端制造这块的话 可能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我们因为时间马上就到了这个 我们要结束的时候了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还有没有最后的这个陈词发言 或者是总结发言 我说一句就我刚才听了大家精彩观点 我就越听到后面越 尤其是李老师讲了一个观点 我就感觉到他这个这个又一次印证了他 非常信奉的这个阴阳学术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两派的观点 其实某种意义上在整个一小时空当中 有好几个时间点是其实是达成了一个一致 不能说完全的百分百一致 但是是高度的求成诚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辩论其实可以继续 在我们的学术界和政策界 达到更多的一个继续 谢谢 邓老师 我也觉得像邓老师说的 其实并没有说什么被此及彼的 这个企业都是在各种权衡中 他可能什么都做 就是为了他的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 他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情 怎么进行选择 这可能是一个学术界需要关注的问题 好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发言 感谢李老师 姜老师 邓老师和周老师 你们的参与和精彩的分享 我也非常期待能看到大家 在这方面的研究 能发表在各大顶级刊物 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 感谢补老师 跟我一起来组织 这次SMS的中文辩论 还有SMS Office的Lauren 还有各位Esther 还有各位的Office的这个Fellows 跟我们一起来组织这次活动 还有大家 各位在一直 还在加入我们参加 讨论的来宾 还有同学研究的 各位同行 那希望这一次活动 只是我们关于这个讨论 这个话题的一个开始 并不是结束 所以像邓老师说的 欢迎大家继续在线 或者是in person 或者是继续研究的方式 对这个话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布老师您还有什么补充 没有了 非常感谢大家 也请大家继续 stay tuned 关注我们SMS Google Strategy的后续的活动 下一周还会有 有新的辩论 当然不是在 是英文的辩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也继续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顾老师 谢谢布老师 我们需不需要拍 拜拜